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出昆仑的说法 巴延喀拉山藏语教植犬马尼穆詹木松 即祖山的意思 全长870公里 海拔5000米左右 穆天子从西渡黄河到昆仑之丘的皇帝宫 共走了55天 按古人行军速度 最低每天走30里 最高每天走100里计算 皇帝宫最近的位置 在黄河以西825公里 也就是巴延喀拉山西端 最远在黄河以西2750公里 就在今天的昆仑山脉的东部 昆仑山脉是亚洲中部大山系 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 横贯新疆西藏 深沿至青海境内 全长约2500公里 平均海拔5500到6000米 让我们接下来读穆天子传 鬼害 天子聚君其生权 已因昆仑之丘 穆天子占扬完皇帝宫 并没有走 而是在昆仑山住了三天 在第三天登上昆仑山顶 举行了盛大的祭祖仪式 甲子天子北征 设于朱泽 已钓于布水 祭祖之后的第二天 甲子日 穆天子率领部队向北出发 当晚 住在一个叫朱泽的地方 从昆仑山向北走 是柴达木盆地和罗不坡 我们知道 在西州时期 柴达木盆地和罗不坡 都是一片沼泽 约 朱泽之首方三十里 原有环伟 官朴 毛背 腰 牛羊三千 天子昆仑 以守皇帝之功 南思赤水 而北守冲山之宝 天子乃赐之人 吾 黄金之环三吾 朱泽被试三十 公部之四 吾乃 摩拜而受 天子又于之 黄牛二六 以三十人 于昆仑丘 朱泽的地方 是水草茂盛盛的沼泽 方圆三十里 植物丰富 牛羊成群 天子昆仑 以守皇帝之功 说明 朱泽在昆仑山下 居皇帝宫很近 南面是赤水 北面是冲山 夏季丁卯 天子北升于冲山之上 已望四野 此时已经进入夏季 第四天 周穆王向北走 登上冲山山顶 放眼四望 约 冲山 视为天下之高山也 资木华不畏雪 天子于是取 资木华之石 持归种枝 木天子感叹道 冲山 真是天下最高峰啊 资木 是一种生长在高山中的 小灌木 此时 资树的果实 已经成熟 周穆王摘下果实 准备带回西州种植 约冲山之则 清水出泉 温和无风 飞鸟百兽之所饮食 先王所谓献谱 天子于是得 玉戎之思之鹰 冲山之则 水源充足 鸟兽聚集 周穆王在这里得到了一块 极品美玉 约 冲山 百兽之所聚也 飞鸟之所欺也 原有兽石虎豹 如君而在骨 盘石如君 小头大笔 原有赤豹 白虎 熊皮 豺狼 野马 野牛 山羊 野石 原有白笋青雕 直犬羊 石驶鹿 这一段话 描述了冲山中 各种飞禽走兽 约 天子五日 关于冲山之上 乃为鸣记于县谱之上 以诏后事 周穆王在冲山上 共住了五天时间 最后还在山上刻字流念 从《穆天子传》的记录来看 周穆王对冲山的印象很好 那么冲山究竟在哪里呢 从以上的周穆王的路线来看 穆王在八沿卡拉山西端 到昆仑山东部这个区域 找到了皇帝之宫 然后下山 向北经过了柴达木盆地 登上了俄尔金山 这个俄尔金山 就是冲山 俄尔金山东西与和昆仑山两大山系相连 其山脉 东西长约730公里 如今海拔5000米以上 有很多冰川 俄尔金山蒙语的意思是 有百树的山 在西周时期 这里是温带气候 山上绿树葱葱 鸟兽成群 山海经中曾记载一个叫 边春之山的地方 右北百一十里 约边春之山 多葱 葵 酒 桃 礼 穆天子传的冲山 有可能就是山海经中的边春之山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 荧幕影视 我们下期再见